各位好,剛剛我們聽到的傳聞 就是廉馬斯可以再操場一點的時間 我們較早的集數都曾經說過 張先生,你覺得廉馬斯大約75歲是最好的時間 70-75歲左右 即是高士登為例 張先生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也對的,因為廉馬斯主要靠經驗判斷馬筆 怎麼判斷馬筆升,怎麼操練 實質下手來各做事是有的 但是如果有人幫忙的話 體力應該七十多歲是應付到的 接近80歲呢 我認為現在人類的情況是精神的分別是兼顧到的 只是怕體力而已 我經常講的 例如施圖得著士的廉馬斯 現在接近80歲 如果你讓他只練十零二十隻馬 會很厲害 但如果叫他整個馬房一、二百隻 他可能沒有精神和體力處理這麼多馬 但香港就六、七十隻 所以一般來說六、七十歲應該是應付到的 但先講一下 現在這個傳聞的 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馬會是未正式公佈的 假設如果有些廉馬斯、余本輝、呂建威都可以續排 從小不知道 兩年、五年 我們都不要管他 其實都是好事 以及應急的 經常都說 香港的廉馬斯的單位 以前二十四、五個 現在一千隻 現在一千二百多隻 馬房更少了 雖然有分倉 練馬斯的單位更少了 這不是很合理的 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馬會是不想太多中小倉 如果你只有四、五隻馬 你是不需要上重化的 如果一個人只有四、五隻 你怎麼逼人上重化呢 重化的目的是 希望有四百至四百五十隻馬 最理想的 但是現在 我沒有數過 應該三百隻左右 那不要管他 總之這個點是 連馬斯香港 打你最多都是五、六十隻、六、七十隻 這個精神體力 如果你有隊隊員 一至兩個副鏈幫你忙 應該問題不大 我上次 早兩集都說了 至於哪個 新練馬斯 有沒有牌呢 對我來說 根本沒有關係 完全與我無關 為什麼呢 誰是利益 我又不認識他 他又不認識我 底點 底點他都沒有練馬 我也不知道他的功力怎樣 我怎麼能夠說 我歡迎你做這個位 不知道 但是舊練馬斯 練了這麼久 我們可以認識他的功力 譬如我自己來說 姚本輝 我又擠過馬 在姚本輝 裏 雷建威的馬 我又很喜歡提供和買的 變成他們留下 起碼對我來說 還有一個目標 不用轉移目標 對我自己來說是個好事 我自己的新同感受就是 因為我在八十年代的 沙田頭那兩年 我集中買賓士 馬比特和賓士的組合 我是贏錢的 坦白說 當時是贏錢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無處手法 我怎樣去幾時 和買哪一隻 我就有點心得 雖然馬比特和賓士一年 一年贏三十場 不是贏很多 但我都可以收到錢 贏到錢 突然間一聲 趕走馬比特 賓士換了主稅 都完全不是那件事 那兩年 我再繼續買賓士 輸了 突然間沒有了扶手柄 對我有影響 再隔幾年 適應了 才評定 因為我曾經兩三年 我差不多 只是買賓士馬比特 變成我沒有了扶手柄 就不可以的 譬如姚本輝 呂建偉 當然不是像我當時那樣 但如果你突然間 這兩個大倉都沒有了 對我們選馬 提供 或者自己買少少 就會有影響 如果繼續留在這裏 起碼我們的局勢 會繼續維持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不是因為認識的 原本輝 說他有牌 我恭喜他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真的 他已經有這個成績 這樣的手法 讓你認識了 你不用重新再認識 他 這個我同意 熟了一個煉馬師 譬如他的部署 或出擊手法 或者怎樣操 其實在作為馬迷 去投注 有個扶手棍是很重要的 等於數回頭 譬如近這十多次賽事 你見到輝的表現得很好 當然啦 每天都有馬贏 剛剛上個禮拜才斷纜 我自己覺得 很正盧很正氣 你會更加放心 投注在他的馬上 所以這兩個艙 我覺得 加上近幾年 見到這兩個艙 明顯是 當然啦 阿威有個馬王出來 但你見到 嚴永輝也都自己 你見到自己的手法 比以前是穩定了 或者你見到整個部署 很明確的 反而在選馬上 對投注人來說 是下一個好事 我有機會先 在暑假慢慢講 舊的馬阿士 聚保區 我在延門區養過 我都在他身上 學了一兩點東西 到時慢慢講 因為香港馬會 要作出你的決定 我想他都一定要的 因為人的工作 生涯是越來越長 你以為人65歲退休 就好像在現代社會 太年輕了 好像年輕一點 第二點就是最重要 如果人65歲退休的話 你跟著排隊 那個年馬斯 你現在公佈了出生年齡 在兩年來排隊 有一群排隊退休 即是青黃不摺 而你又知道 現在有資格申請 連馬斯的副年 只有三幾個 如果以他們的年資 和年齡計 還要多給幾年 一般來說 連馬斯最好 是四十歲以上 三十多 但真的很少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如果那個 十年前還在做 建習仔 他都要過渡 建習仔 轉做高級拆棋員 幾年之後 一層一層 爬上的庫鏈 庫鏈的名單 理論上 有二十個 由第二十位 一路爬上來 都要幾年 當然有些是被人爬頭的 但我們就算由年資 最低的一兩個 每年爬幾個 你最快些 都沒有理由三幾年爬 爬上去 所以一般來說 連馬斯最好 四十歲左右 比他比較好 如果太年輕 都是未得住的 其實黎朗星 都算是有些二數 三十多 我不認識他 在外國有不同的 外國不是盡性的 你有老闆支持 有馬主支持 二十歲都可以開倉 在外地是可以 當然有人支持 但香港那個 性質不同 富年是馬會的僱員 當名僱員 即是他聘請的 住宿社等等 各方面 但這是僱員 有獎金分 理論上要跟連資 排名第二 第一年進來 排名是十二 即連資排貝 慢慢排 沒有理由 三四年 三五年 都可以排除所有人 除非前面的人 全部不做 沒可能 所以變成 大家知道 有些只有牌 都不會上 大家心照 不會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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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問題 富年就是 有得升 可能排名最先 兩三個 但你沒得升 但都是做富年 對於政府制度 政府制度 政府制度 就是 你去到那裏 增加了 你就不能升 人家那些 在後面 就過你頭 這個就是 始終 因為馬會大機構 所以還會行這個制度 總之來說是好事 剛才你也說 如果有個人 最不開心的人 這個公務場是誰 你說 我不說 當然是大摩 大摩早了一年 兩年 兩年 對不起 都隔了一段時間 但都是時間大短 我還記得 還記憶猶生 大摩在他退休那一年 不斷 用不同方法 公開講 表達自己很想 很想 繼續做到差勁 或者繼續續牌 馬會還想盡所有方法 如何去拒絕你 但是 兩年後 是拒絕的 因為條例說了 沒錯 繼續發牌的條例 就是這樣 我不需要穿情權 亦都不想改例 在那一刻不想改 但是兩年後 未來兩三年 太多倉要退出 六暗稅要退休 或者是有些倉不到數 又要被迫離開 我都想不到 馬會有找到多少年 馬師回來填補空間 所以這個條例 我覺得這樣改 我覺得是 我真的覺得合適 我們又不是說社會學 很簡單 因為西方社會 或者現代社會 我們的人口 Baby Boom 是戰後 世界大戰之後 幾年至十年 出生的人口 至少在香港 和亞洲地區 是最多的 Baby Boom 人口 多數香港人 由1950至1960年出生 絕大部分 然後人口出生是低的 一直先跌下去 走向這個 先進社會 Baby Boom 美國在八九十年裡 已經早出現了這個問題 香港 遲一點 但Baby Boom 意思是 多數人 都集中在1950年出生 大家一起退休 沒錯 這就是現實 但剛才所說 尼馬斯 是否需要 只有精神才可以 體力是否要 要的 如果你是認真做事 亦要付出體力 亦要落手落腳 我講回 我自己一個老友 也不怕說 90年代的好朋友 澳門年馬斯文感忠 勤力到 人家過了 三個月收工 他五、六點都在做事 做甚麼呢 很簡單 很多人都不知道 現在也不流行 可能不需要 他倉裡面有四十幾十馬 每隻馬有四隻腳 不要計後腳 總之有四十八對前腳 四十八對前腳 他每隻馬 操完神操 走完走 他都會摸 雙腳 屈低腰 摸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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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熱度 日晚有沒有 粗得很快 開始發炎 有熱力 如果雙腳暖 或者熱 日日就不可以操 否則就會有腳患 總之要摸雙腳 他們行內叫做摸雙腳 我不知道 現在香港尼馬斯 還沒有摸雙腳 我肯定只要一個沒有摸雙腳 就是愛倫 因為愛倫 從來沒有入馬房裡面 即是靠腐臉 靠腐臉 如果連馬斯 像是敏感蹤那些 他整個下週 要摸九十幾隻腳 每隻腳一兩分鐘 有馬行李 只摸馬腳 都摸兩三個小時 還有體力多少 我不是知道很多 但我始終叫做養過馬 就知道了 每隻馬 連馬斯 如果要付出體力 一樣要的 也都可以 愛倫 只負責指揮 也可以 體力用的手法 但無論如何 你都 那個經驗 知識 和體力 都要有的 同意 對 基本上 總之 現在 回應了我 前一段時間 為何外國連馬斯 黃金年 七十幾歲 高士登七十幾 是最好的 這兩年好像 好像差了一點 老了一點 所以就找個兒子拍 因為節奏的年紀大了 斯圖德 那些已經是八十歲 你很明顯看到 雖然今年還贏大賽 但你很明顯覺得 平均水準是跌了的 因為真的兼顧不了太多馬 變相可能就是 集中了某些馬分 未必兼顧了這麼多隻 可能就是眼點變得 有潛質的馬 就盡量做了幾隻 再說 香港的年馬斯 就不像外國年馬斯 有二百隻馬 香港呢 五六十隻 七十隻 理論上 應該是 體能的付出 沒有那麼多 還有你都說 香港粗馬 只是生田馬場 這兩邊的松化都不用去 以前不是 以前那些年馬水很慘 你知道嗎 如果還可以上松化 跑完星期三的夜馬 就坐車上松化 即是早上天光大陸馬場 即是第二天早上松化 吃完早餐 吃完午餐 便要下來香港 他們很貧迫 即是如果有倉在上面 即是體能少些都不行 是的 星期三跑完夜馬 十一年 就在沙田 即是第一跑馬地 就回到沙田 整好東西之後 然後出車 很慘的 這些人 已經沒有這支歌 制創了兩三年 好了 我們今集先說到這裡 如果各位網民 或聽眾有興趣 我們這個頻道都歡迎 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以及給我們一個鼓勵 稍後的時間 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會一次回答大家 我們今天會說到這裡 OK 拜拜 拜拜